诶 这边有个OK 有没有 按OK就好了 好 那他就说 问你要不要重新启动 这个也可以 当然YES 好 重新启动之后 这个时候呢 它就会跳出 诶 一样Workspace 没问题 按OK 第二个部分的话呢 它开起来应该会问我们那个 我们的Android SDK的路径 OK 好 那这边的话 我们来看一下 开起来之后的话 各位有没有发现 New一下 这个地方 在Uthers 它有时候会跑Uthers 里面呢 会有一个什么呢 会有个Enjoy的资料夹 如果这个地方有出现Enjoy的资料夹 而且里面呢 会有什么呢 Enjoy的 Application Project 如果有这个东西 表示已经挂窄了 或者是 各位也可以观察几个地方 我要cancel掉 上面是不是有个模拟器的 ADV的设定 这个部分也已经有了 然后再来就是说 这边有一个 Enjoy SDK 的Manager 这边这两个按钮 有没有 这是小育人 但是因为 为什么 其实刚开始应该 会跳出一个画面 就是要我选Enjoy SDK 可是因为这一台 之前已经被install过了 install 我刚刚不是有一个install版本 那我不建议 可是这一台 已经穿过 所以它自动 会已经帮我找到那个路径 那我把它重选一下好了 那我怎么重选 特别注意 这个地方 应该里面会是空的 所以 如果说你们的电脑 假如说这个地方 会跳出什么 叫我们选SDK的话 请各位把这个路径 选择哪一个呢 选择刚刚我们不是 在桌面上面有一个 我刚刚把它丢到那个 那个 Eclipse 21的那个 资料夹里面 就直接把它选择它就可以了 这地方选择 这个 然后有一个Eclipse 这边这一个 把它选起来之后的话 那我就 完成 Android SDK的设置 但是呢 这里面 目前没有任何的 这个 SDK的版本 把它按Apply Close一下 里面是空的 因为现在 我还没有download 任何的Android的 这个版本 OK 那我怎么去download 直接从这边 Android SDK Manager 去做 download的动作 OK那我想 各位请先做 刚刚的动作好了 我再把重点回顾一下 我再把重点回顾一下 第一个请各位 Android SDK 路径的话呢 请你选择这个路径 好路径 这个 好 画面先还给录一下 不过这个步骤如果今天有loss掉也没有关系下 当然 我再把重点回顾一下 我再把重点回顾一下